端午节我们第一个 拜托大家不要移动 第二个我们高雄市 我们会要求要所有的返乡的民众 要落实自主健康管理 透过这样的每日直播防疫记者会 高雄市民得以掌握疫情相关资讯 包含CH3公用频道 高雄100脸书和YouTube等平台 都可以观看全程直播 了解防疫最新规定和纾困补助措施 以受疫情冲击的广大劳工朋友而言 担心外出工作染疫风险 也担心减班失业 劳工觉得相关补助就可以给予帮忙 我工作是业务性质就要到处跑 失业不至于但是会减量 收入会减少一定会 没工作怕被裁员 没钱领就生活 还是有顾虑 因应困难你非自愿的离职 那你可以来申请四位保险给付 领六个月 按照你投保薪资的百分之六十 劳工觉得除了针对因疫情 非自愿离职的劳工朋友 提供失业生活补助 另外安心就业计划中 民众因疫情协商减班休息 并通报劳工局 也可依劳工投保薪资 与实领薪水的差额 由政府补助一部分 如果说他们被减半或是裁员 他们也没办法再去临时 找一些其他的工作 或是额外的收入来补助 这个部分 如果有补助这方面的事情 让他们改善很多 另外对于公有市场的摊商 还有产业园区的企业 金发局也提供相关的纾困措施 在公有市场我们的租金 是全面减半的方式 希望可以降低我们摊贩的 这个租金成本 也降低他们生活的压力 那除此之外呢 包含我们的产业园区 我们相关的归费 也是用减半的方式 疫情期间 大人的工作宣计要照顾 学子们的教育也不能荒废 教育局除了在停课期间 针对七千多名低收入户学生 降日不间断提供爱心餐食券 更是持续提供同步 非同步等相关资源 让教师进行线上教学 孩子们也能在家学习 从现在一直放到 这个7月2号 这个都是要进行 这个正常的线上教学 这个部分也请各位家长 还有同学们 就是延续过去 我们已有的这个 线上教学的方式 继续来做处理 除此之外 包含农 鱼等产业 高雄市各相关局处 都有针对疫情 推出多项纾困补助 同时也有纾困专线 供民众咨询 我们市政府特别推出 纾困便利一二三 那我们希望 借由这样子纾困便利的 这样一个中整的 这个 碗页 能够让大家很容易的了解到 怎么样去进行各项 纾困措施的一个申请 对于受补助民众 市府采取主动造册 主动拨款的积极态度 此外民众也可进入市府 官网查询相关资格与申请步骤 艰难时刻 唯有积极面对理性因应 才能不被疫情击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